电信诈骗猖獗台东大午香 一名70多岁的妇人 接到电信客服人员通知说 手机欠费2万多 限定今天要缴款1万5千元 就当作是全额缴轻了 算一算好像还省了1万多块钱 而正当这个妇人到邮局 准备要汇款的时候 警方接获报案 及时劝阻妇人才避免她被诈骗了 阿姨 你钱要回到 要回到台北 老妇人来到邮局 一开口就说要汇款 金额还不小1万5千元 就怕老妇人受骗 邮局人员追问汇款用途 缴纳电信欠费 乍听之下很正常 而不合理的地方在这里 70多岁的张姓老妇人 接到自称是某电信公司 客服人员的电话通知 击欠手机费2万5千250元 如果在今天内 到邮局汇款缴交1万5千元 就可以当作全额缴清 算一算省下了1万多块钱 实在很划算 老妇人没多想也没多求证 正准备汇款时 索性警方接获通报 及时劝阻 妇人才免于上当受骗 乡下地方已长者居多 对于外界之警觉性较低 容易成为诈骗集团 锁电子目标 警方的犯罪预防宣导的工作 将一直持续积极进行 电信诈骗猖獗 话术手法五花八门 呼吁民众接到不明电话 一定要提高警觉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是10求证 避免因为心慌而蒙骗上当 近日大午相报道